一碗面40元却用甲骨汤糊弄时刻 曾经的网红日式拉面终于不香了 从时刻排队100米到账面净亏一个亿 中国人的日式拉面启蒙店未签 为何一夜之间不香了 要知道这家起源于日本的面食快餐店 巅峰时期可适合麦当劳肯德基在一个段位 甚至2010年 它在内地的业绩还一度超过了KFC 就是这样一个名利双收的品牌 如今却被各种负面消息缠绕 造假欠税内部贪腐层出不穷 从2016年开始营收出现了八连跌 就连门店都在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逐渐关停 这两集反转的故事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点个赞咱们继续往下看 敢和中国农业大学叫板的快餐店 为签拉面绝对是头一个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为签拉面惨败 之后还被业界调侃为古汤门 这场闹剧的起因还要从2011年7月开始说起 在此之前 他们的广告语一直是50年熬大骨汤 这也成为了为签拉面的最大买点 有营养含钙高吸引了无数食客的注意力 然而这样的高调宣传终究是埋下了隐患 23号 有媒体率先出手质疑他们的广告真实性 甚至还出具了相关检测报告 证明他们所谓的大骨汤 其实就是靠着浓缩料包和骨粉支撑 此消息一出瞬间石破天惊 不少消费者大户上当受骗 魏签拉面的市值也在一夜之间大幅度缩水 为了挽回形象 魏签也开始反击 他们直接在官网上公示了一份报告 称自己的古汤中含钙量高达1600毫克以上 绝对货真价实 而且这份报告还是出自中国农业大学之手 铜锁无奇 消息一出 魏签又挽回了不少声誉 其各地的门店依旧是高棚满座 好声热闹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里就停止 恐怕如今的魏签还是网红店 消费者也愿意继续买单 然而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事情却突然又有了新的变化 当年8月1号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声明 其内容就两个重点 第一 你们这个鉴定是假的 第二 要求道歉 消息公开之后 很快引发全网热议 谁敢相信这样一家大型连锁拉面店 竟然会堂而皇之的 把假报告放在自己的官网上 甚至在几天之后 媒体又爆出重磅消息 说这份检测报告 实际上是魏签花了6000块钱买来的 不得不说 他们这个行为确实很行啊 顺着这个线索 难道不应该把假报告买卖 双方都抓起来好好调查吗 然而还没等公安机关有所行动 官方机构也开始陆续放实锤 先是广州的食药间 他们直接对骨汤是真是假 进行了盖棺定论 魏签拉面所谓的50年大骨汤 真的就只有浓缩汤料包 紧接着上海工商局也果断出手 对品牌处以20万元行政罚款 理由也很明了 虚假宣传 原本以为高校和官方联手 祭出大招之后 魏签拉面会再无招架之力 没想到他们的嘴可是真硬 很快官网上又一则公告横空出事 虽说承认了自己用调料包 但是调料包确实是用猪骨熬 这是我们独有的日式工艺 不算造假 不得不说呀 魏签确实有骨气 但是消费者可不傻 到此已经基本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很快魏签在各地的门店营业额急转之下 股价更是下降了40%以上 至此 古汤门彻底落下帷幕 但这也成为了品牌由胜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原本以为此事件之后 他们会痛定思痛 好好改良一下配方和服务 毕竟在当时的洋快餐领域 肯德基和麦当劳斗得如火如荼 然而还是脱不掉拉筋食品的帽子 受众始终以年轻人为主 而魏签拉面在这一众洋快餐之中 显然是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 不管是老人还是儿童 都是品牌的目标客户 如果真的能实现古汤熬制 那么在一众进口餐饮品牌中 恐怕真的是无敌手 然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 他们居然不想着好好经营主营业务 反而开始搞起了资本运作 当时的中国外卖行业刚刚崛起 除了美团和饿了么之外 还有不少公司都再次押爆 而魏签拉面也不例外 他们将目光放在了百度身上 并且前前后后为百度外卖注资超过7000万美元 当然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场惨烈的百团大战之后 仅留下了腾讯支持的美团和阿里支持的饿了么 其他的外卖平台都成了炮灰 再无一争之力 2017年魏签拉面惨上加惨 主营业务费了一半 投资业务全费 双重打击之下 整体业绩亏损高达五个小目标 可谓是伤筋动骨 然而更雪上加霜的是 集团内部在年底又爆出了贪腐事件 然而当细节被披露之后 魏签拉面也成为了全网嘲笑的对象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刘家豪挪用公司资产 高达2600多万 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庞大 谁也没想到他的贪污手段居然低劣到搞笑 此人每次报销的时候都用可擦拭的笔来进行填写 等到单据被大boss签字之后 他再改成更大的数字 靠着在报销单上赚差价 刘家豪积少成多 居然贪腐了如此庞大的一笔钱 而且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操作成功 在集团内部当了七年的蛀虫 这件事曝光之后 魏签也背上了又蠢又坏的名声 毕竟他们一方面拿调料包来糊弄消费者 一方面又被自己人用小学生手段来欺瞒 属实是自作自受 从众人追捧到全网群潮 网红日式拉面魏签终于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还有谁能记得 曾经在香港创下销售神话的拉面女王潘魏 凭借一碗拉面 她把自己送上胡润富豪榜 明明是没上过大学的农家小妹 却在香港玩赚资本市场 巅峰时期坐拥200亿 她就是曾经名满天下的拉面女王 魏签董事长潘魏 她原本出生于山西太原 高中时期和父母跑到香港谋生路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她都被迫在这里从事最基础的服务行业 因此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不过潘魏却能抓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靠着打零工的休息时间 她居然自学了英语和财务管理 几年之后 潘魏有了一些积蓄 又看到了食品贸易行业存在巨大利润 于是她灵机一动 开始了自己的经商之路 靠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和时代的红利 潘魏很快就赚到了几百万 而她却并不满足于现状 希望在其他领域找到突破点 某天她前往日本考察 无意间发现了当地的一家拉面店 虽说规模不大 却是生意火爆人满为患 于是她果断找到老板 谈下了在中国的经营权 而这家店正是在当地 有着30年经营历史的未签拉面 1996年 潘魏在香港开启了第一家中国分店 此时的未签 可没有一点后来网红店的样子 她要争取的第一批时刻 就是在大街小巷中奔波的出租车司机 靠着10块吃饱 20块吃好的口号 为钱拉面迅速出圈 成为了无数司机师傅 最喜欢的快餐店 仅凭这一家店 潘魏就在年底实现了60万的纯利润 而她的目标也绝不仅限于此 靠着无数低歌口耳相传的好口碑 为钱拉面在香港迅速扩张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 店铺全面开花 让潘魏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此时的她还没有想到 自己接下来组织的一次员工团建 居然帮助她意外敲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 而靠着手推车起步的内地卫谦 也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冲上巅峰 也让潘魏成功登顶了胡润富豪榜 你敢相信吗 后来火爆全国的卫谦拉面 一开始居然是老板带着员工用手推车沿街售卖 他是怎么干过肯德基 成为了当时的洋快餐界第一 后来又为何得罪了消费者 最终跌落神坛 1997年 潘魏带着香港员工来内地团建 当他们在深圳世纪之窗进行游玩的时候 却遭遇了尴尬一幕 当时已经到了饭点 不管是潘魏自己还是手下的员工 都已经鸡肠碌碌 原本想找个小餐馆饱餐一顿 没想到走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有卖食物的店铺 于是大胆的潘魏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自己早就想把香港的未迁开到内地 但是一直没机会做市场调研 为何不趁此机会在深圳摆摊 看看当地人对于拉面的接受程度呢 说干就干 他让员工租来了三个手推车 直接在公园附近现场制作拉面售卖 没想到从第一天起就异常火爆 八天的时间居然创下了20万营业额 就连帮厨的潘魏自己 手上都磨出了大水泡 看到这一景象之后 他也更坚定了在内地开分店的想法 第二年八月 首家未迁拉面就在深圳开业 对于洋快餐 不少内地人都很感兴趣 但是又已经尝试过了肯德基和麦当劳 如今新品类面试自然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从进入内地市场的第一年开始 每年都会有20家以上的新分店开业 而未迁拉面也成功走进了许多国人的日常生活 巅峰时期品牌的市值超过200亿 每股价格更是飙升到了18块钱 如果不是后来屡屡爆出负面消息 恐怕他如今还是网红店 甚至能延续当年的辉煌 虽说未迁拉面已经是昨日黄花 销量和门店数量都大幅度降低 但是它的发展历史却依旧值得我们来分析和学习 毕竟中国才是农业大国 吃面历史远远流长 为何到现在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拉面品牌 而是被日本杰族先登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大家深思 大家吃过未迁拉面吗 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